同学们,大家好 那么本节课我们来学习https协议详解 那么因为早期呢 这个http它是明文传输的 随着这个网络越来越发达 我们对网络的安全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 因此呢就产生了这里面的https 现在呢我们会在网络里面去完成很多的工作 我们会在网站里面输入自己的账号和密码 个人信息对吧 我们在填写个人信息的时候呢 这些信息也是通过网络进行传输的 以及我们对金融的一些操作呢 我们也可能在网上去完成 那么这个时候账户金额呢 也是属于这个敏感的数据 还有这个交易的信息 敏感信息等等呢 都是属于需要保护的一些信息 那么如果说我们在http协议里面 进行这些信息的传输的话 那么很显然是不安全的 因为在网络中的各个设备呢 都可能明文的看到这些信息 如果说有一些不法分子 他可以在中间的这些设备里面 去把这些数据给截取下来 并且把这些敏感信息给提取出来 那么这样子呢 就会造成这个个人信息的泄露 因此呢 在这个http之上呢 就产生了这个https 它是安全的http协议 这里面的s呢 就是secure安全的意思 那么如果在网络中呢 如果使用的是https呢 这个地址也会发生一些变化 这里面呢 http会加上这个x 然后呢 端口也会发生变化 端口呢 会由原来的80端口 变成现在的43端口 而这里面的主机呢 和路径呢 都是没有变化的 我们这里面主要是有这个s 以及这个端口的变化 那么现在呢 很多网站都已经升级成为这个https了 比如说百度淘宝等等那些网站呢 它都使用的是https 在本节课呢 我们除了要知道什么是https 我们还是要知道这个https呢 它是怎么样工作的 因为做名秘密开发者呢 我们需要了解里面的细节 那么为了了解这里面的细节呢 我们首先要对这个加密模型进行一个简单的认识 这里面呢 我们会学习对称加密 以及非对称加密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对称加密 那么对于对称加密呢 它其实是这样子的 如果说一个数据经历了加密和解密的阶段的话 那么对于加密和解密呢 两个密钥一致的话 我们就认为说它是一个对称加密 也就是说数据呢 在加密阶段使用密钥加密 以及解密阶段使用这个密钥解密呢 它们的密钥都是同一个密钥 那么这个呢就是属于对称加密 那么这个呢也是非常好理解的 如果我们把这个密钥看作是一把钥匙的话 那么当然的这个加密和解密都是使用同一把钥匙的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非对称加密 那么对于非对称加密呢 它其实也是通过这个加密和解密的两个阶段的 但是这里面和这个对称加密不一样的是 这个非对称加密呢 它的这个加密和解密的密钥呢 它是不一致的 那么如果我们把这个密钥看作是一把钥匙的话 那么也就是说加密和解密 它使用的不是同一把钥匙 那么这里呢为了方便理解 我们把加密的看作是A 把解密的钥匙呢看作是B 那么A和B呢 它们是一组这个密钥 A离不开B B呢也离不开A A和B呢它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A和B是拥有一定数学关系的一组密钥 这里面呢我们注意是一组 它们并不是随便挑选的两个密钥 那么通常呢我们会把这里面的一组密钥的其中一把 看作是这个 私钥 那么私钥呢它是自己使用的不对外公开的一把钥匙 其实呢就是这个公钥了 那么公钥呢是给大家使用的对外公开的 那么这里面我们通过一个例子去理解公钥和这个私钥的使用范围 这里面呢假设这个老师呢有一组这个密钥 然后呢我这个私钥呢我自己保存下来 然后呢公钥呢我公布给大家 那么如果说同学们想给我发送一个加密的数据的话 那么就可以使用老师所公布的这个公钥加密这个数据 然后呢加密之后呢就成为这个密文了 然后再把这个密文交给我 然后呢我在拿到这个密文之后呢 我就可以使用这个自己的这个私钥来进行解密 解密之后呢我就可以得到这个原来的数据了 那么这里面的这个加密呢使用的是这个公钥加密 公钥是我的公钥 然后呢这里面的解密呢使用的是私钥 那么私钥呢是自己使用的 通过这个私钥呢就可以把这个加密的数据解密出来 那么这个呢就是公钥和私钥的一个使用的方法 那么这里面需要注意的是 如果说你的这个数据使用我的公钥进行加密的话 那么你就不能再使用这个公钥进行解密了 你只能使用这个私钥来进行解密 但是呢你没有这个私钥 所以呢理论上只有我自己可以解开这个密文 除非说我的这个私钥已经泄露了 了解了这个加密模型之后呢 我们还需要了解一个概念 数字证书 那么数字证书呢 它是由这个可信任组织颁发给特定对象的一个认证 这里面呢重点是有两个 一个是可信任组织 另外一个呢是特定对象 我们先来理解这个可信任组织 那么这里面的可信任呢 是对于这个客户端和这个服务端来说的 那么不管是客户端还是服务端呢 他都认为这个组织是公平的 或者说是够安全的 那么只有这个客户端和这个服务端都认为他是安全的情况下呢 他才是一个可信任组织 那么如果说只有这个服务端认为他是安全的 但是呢这个客户端不认为他是安全的话 那么他就不是一个可信任组织 接着我们再来看这个特定对象 那么这个呢既可以是人 也可以是这个服务器 还可以是这个组织 那么只要可以使用这个数字证书的理论上都可以成为这个对象 那么这里面呢 这个数字证书对于这个特定对象来说呢 就好像这个身份证对人来说 那么是一样的 这里面的这个数字证书是可信任组织 颁发给这个特定对象的认证 那么身份证呢 也是由这个可信任组织 颁发给人的一个认证 那么对于身份证和人来说呢 就是由这个国家所颁发的 那么国家呢 理所颁养就是这个可信任组织了 那么对于这个数字证书 一般呢有以下的几个内容 首先是这个证书的格式和版本号 然后呢 还有这个证书的序列号 签名算法 有效期 对象的名称 这里面呢 那么对象名称 如果说我们是需要对一个服务进行认证的话 那么对象名称呢 就是这个域名 以及这个对象的公开密钥 那么这个呢 是需要重点注意的 证书里面有这个对象的公开密钥 那么这个呢 我们后面在介绍HTPS的时候呢 还会用到 所以呢 这里面是要记住 这个证书里面有这个对象的公开密钥 接着呢 我们再来了解这个SSL 那么它呢 是这个安全套阶层 Secure Socket Layer的缩写SSL 那么这个层呢 它是位于这个传输层和这个应用层之间的 它是一个纸层提供这个数据安全和数据完整的服务 以及对传输层的数据进行加密后传输 这里面的数据安全呢 意思就是说保证这个数据不会被泄露 然后呢 这里面的数据完整呢 指的是这个数据在传输的过程当中呢 不会被创改 那么我们知道 如果说这个数据被明文传输的话 那么中间者呢 是可以把这个数据取出来 然后呢 进行一个创改 再把这个数据塞回去 再进行这个传输的 那么对于这个应用层交给传输层的数据呢 如果经过这个SSL的话 那么它就会对这个数据进行加密 然后呢 再给这个传输层进行传输 好的 了解了这个SSL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对这个https的过程呢 进行一个简单的学习了 那么对于https呢 它首先第一步是进行这个443端口的TCP连接 这里面我们需要注意的是 tcp连接并且是443这个端口的 那么这一个是第一步 他们首先把这个连接给建立起来 这个呢 是第二步 第二步呢 是进行这个SSL安全参数的握手 那么握手之后呢 就可以进行这个数据的加密和解密了 首先是客户端可以发送数据 那么它在发送之前呢 它会把这个数据进行加密 然后呢 再通过这个TCP连接呢 把这个数据给发送出去 然后数据到达服务端之后呢 它再进行这个解密 同样的服务端呢 也可以对这个数据进行加密 然后呢 再把它传输给客户端 到客户端之后呢 再进行这个解密 那么这里面的四个步骤 重点呢 是第二个步骤 SSL安全参数握手 那么我们从这里面呢 可以看到 经历了第二步之后呢 他们就可以进行这个加密和解密了 那么他们是怎么样去协商这个加密的密钥和解密的密钥的呢 我们接下来就来学习这个SSL安全参数握手 对于这个SSL安全参数握手呢 它是从这个客户端开始的 那么对于客户端呢 它会首先生成一个随机数一 然后呢 再把这个随机数和相关的协议版本 还有它支持的加密算法 告诉这个服务端 那么这里面呢 这个数据是明文的 也就是不加密的 然后是进行第二步 那么第二步呢 是服务器进行这个回应 那么它呢 也会首先生成一个随机数 这里面呢 我们假设是这个随机数二 同时呢 它也会提供自己的这个数据证书 还有把这个客户端的加密算法进行一个确定 那么通过第二步呢 双方就可以确定了这个加密算法是什么算法了 那么这里面呢 只是确定了这个加密算法 那么对于这个密钥呢 还是没有确定的 在这里面我们需要注意的是 第二步呢 服务器是会把这个数据证书给发送给客户端的 那么客户端在收到这个信息之后呢 它也会得到一个随机数二 也就是这个时候 客户端和服务端呢 他们都同时拥有随机数一和随机数二了 接着进行第三步 那么客户端它首先会确认这个证书是否有效 那么如果没有效的话 那么我们就认为你这个服务器 它是不安全的 然后呢 生成一个随机数三 并且使用这个服务器的公钥加密随机数三 那么这个公钥呢 是从这个证书里面取出来的 那么我们知道 证书里面呢 是包含着这个服务器的公钥的 所以呢 这个时候客户端 它在确认了这个证书有效之后呢 它就会把这个随机数三使用这个服务器的公钥来进行加密 然后呢 它就会把这个加密之后的数据发送给这个服务端 那么这个时候呢 不管是客户端还是这个服务端呢 他们都同时拥有了这个随机数一二和三 那么这里面还需要注意一点 就是如果说客户端 它已经使用这个服务器的公钥来进行加密的话 那么对于这个随机数三呢 就只有这个服务器 它自身把这个随机数三给解密 那么别人呢 都是不能解密的 接着呢 就进行第四步了 那么因为这个时候呢 双方的信息是对称的 双方都拥有这个随机数一二和三 那么这个时候呢 他们就会根据之前所约定的这个加密算法 根据这个一二三三个随机数 生成一个对称密钥 那么生成了这个对称密钥之后呢 他们就可以进行这个加密的传输了 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他们是分别生成了这个对称密钥的 也就是说这个密钥呢 他们在生成过程当中呢 他们并没有经历过这个传输 也就减少了这个密钥泄露的可能性 那么之后呢 他们就可以使用这个对称密钥来进行加密通信了 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对于这个HTBS呢 他是综合的利用了这个对称加密和这个非对称加密的 在进行这个随机数交流的阶段呢 他们是使用了这个非对称加密来进行这个数据通信的 然后等双方都确定了这个随机数之后呢 他们就可以进行这个对称的加密了 所以呢 这里面是综合的使用了对称加密和非对称加密 并且呢 在双方分别生成这个密钥 没有经过传输 也就减少了这个密钥泄露的可能性 那么这一个呢 就是HTBS的工作过程 这里面呢 重点是这个SSL安全参数握手 在这里面呢 综合的使用了前面我们所学习的加密模型 以及数字证书 最后呢 我们简单来回顾本节课的主要内容 那么本节课呢 内容非常多 我们首先了解了HTTP为什么不安全 因为它是密门传输的 然后呢 我们了解了这个加密模型 以及这个数字证书 对吧 然后呢 我们了解了这个SSL 最后呢 我们再了解了这个HTBS的过程 那么以上呢 就是本节课的所有内容 希望通过这节课呢 同学们都可以对这个HTBS呢 有简单的认识